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不到新鲜的时候不是当季你可以用紫苏干 干燥的 对 我们中药店都有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当紫 好像那个什么 意大利香料一样 撒在这上面 对 那我们今天刚好有结瓜 我们就把结瓜把它放下来稍微煎一下 因为我觉得煎一下 你这样烘蛋的话 很多妈妈这个翻面技术不是很好的 那怕又没有熟 那就先把这个稍微煎一下 煎熟 对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那你只要盖锅把它焖一下 等一下就会比较快 那这样还有一个你等一下摆盘 会比较漂亮 像披萨一样 那我们就去把它加一点点奶油 讲到这个紫苏跟薄荷 其实在中药一直以来都有用吗 是 因为这次中药 为什么特别研究出这两个 是因为它是两个对于一个 小老鼠的一个抗菌性 可以提高十倍以上 这个在一个中药来说 事实上它是对于肠胃 还有肺部的一个化痰力气 因为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 消化到不好 消化到很多好的一个菌种 都会被杀掉 所以其实肺部也会跟着受挫 因为上椒跟中椒的相通 让紫苏和薄荷在里面 含有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所以原本就有紫苏薄荷茶 是顾肺部的 紫苏薄荷对于肠胃 还有肺部都非常好 还有对于手脚发麻 因为手脚循环是不好 它是温性的 因为薄荷为凉 紫苏为温 都是还不错的东西 那像王老师今天准备的是 绿色紫苏 我们到日本料理店都吃过 绿的 那有的是紫色的 以中医来看 你们用的是哪一种 因为它们两个都叫纯形花科 纯形花科的东西是白紫苏 它的种子跟精 是没有办法入药 是用生食 像日本料理店 拿来做生鱼片的食用 但是紫苏它的功效 精髓是在 真的是紫紫苏 就老紫苏就像这个东西 紫苏它本身有含有梗 还有精的全株食物的直化素 是最强的 了解 好 王老师 那今天我们用的绿紫苏 它是入菜用的 你在做这一道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祝福 哇 你看一个男人要顾两锅 对 好厉害 所以这道这个 因为你把它分开 如果没有分开 家里有烤箱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把它直接下去烤就好了 OK 那这边就用小火走软 那这边只要把它煮干就好了 把这些洋葱啊 香菇啊 红萝卜把它稍微煮干 那这样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这个蛋液 OK 那蛋液我们可以加一点点 这个乳酪丝 哦 直接加它里面 对 因为很多人加牛奶 我觉得加牛奶它会太稀 那么一点点原巴就好了 黄医师你在家里头会煮料理吗 哦 这个乳酪丝加上蛋 这个我小孩早上会煮给我吃 你小孩煮给你吃 哇 你也太幸福了吧 不错不错不错 然后加一点这个 所谓的那个胡椒 提味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 火稍微关小一点 因为烘蛋的诀窍就是 不要火太大 不然你等一下下面 烧味大家上面都还没熟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没有进烤箱 我们直接把它焖熟就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打蛋液 这大概是五到六颗蛋 而且你看这里面有好多的纤维脂 好多蔬菜哦 对 而且这个我觉得早上很方便 我今天早上出门就吃了这个 我觉得做好这样子 你放在家里很方便 那你就这个把它稍微拌匀一下 OK 这个时候记得全程都是小火 刚才炒那个地方 是稍微可以中大火一下 对 那个地方就可以稍微小火 炒干 那把它稍微拌到 它蛋液有一点收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动它了 就要准备让它定型 它会比较像披萨一样 所以不是倒下去之后就不动了 要稍微动一下 稍微整形一下 现在把它稍微塑形 对 熟一下 比较均匀的熟 这样的话你等一下铺上去 脚焖一下 那你的鲍鱼在什么阶段加 好问题 等一下我们紫苏把鲍鱼拌好之后 我们像做披萨一样 哇 一层一层放上去 对对对 好棒哦 我们吃那个外国披萨 不是会放那个芝麻叶 对对对啊 或者是針菇菜 有没有 今天可以类似这样子 OK 这样子的 你看这手已经大概是五分手到六分手 我觉得这个烘蛋好棒哦 对就可以整形哦 大概这样 恩 而且好神奇哦 你都没有放什么油耶 因为外面啦 如果我们吃烘蛋 它一颗蛋是要一颗油 所以你会觉得很腻 好 这边也差不多好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放上来 然后我们让它慢慢烘 我们就不翻面了对不对 对不翻面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稍微排一下 那烘到上面变成金黄色的样子 还是说大概有什么 除了小火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你等一下 因为我们把它盖锅之后 它就会有水蒸气 它就用水蒸气把上面稍微蒸熟 那一般有时候我们就是怕 有的人是 当然如果你有烤箱 是整只这样放进去烤箱比较快对不对 或者是翻面 但一般翻面很挑战 对对 要有一个盘子 就会反蛋了 所以你要确保这个蛋像这样会动 等下才会整颗像披萨一样 等下倒出来才会比较好看 好 这样之后对不对 其实我就可以把这个 我会把紫苏跟这个 拌在一块 这个我们先把它盖一下 给它焖一下 因为这个已经都可以吃了 这是水煮鮪鱼 好 那我们就把紫苏叶拌进去 你把它切碎碎好像葱末这样子 然后等到蛋烘熟就可以夹进去了 那夹进去我给它焖个大概十秒 它会有那个香气 就焖到差不多像这样九分熟 对对 可以摇 为什么可以摇 确保它不要黏在锅子上 那这样就可以关火 这是个撇步 对那这样就 你看大概就是九分熟 好漂亮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 把它下到锅子里面 烘蛋出炉 对 把它滑出来一下 所以你刚刚那个紫苏跟鲍鱼 就像披萨一样 对 所以如果你要有香气的时候 如果你要香气 你可以把它放在里面焖一下 如果你不要像它做 让小朋友看起来像披萨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结瓜上 我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做法不同 因为小小的创意就变得很不一样 这道紫苏鲍鱼烘蛋推荐给你 紫苏不仅铁子含量为蔬菜之冠 更有助于增强免疫功能 搭配鲍鱼香浓乳酪丝 让口感蓬松的烘蛋 增添独特的香气 营养又美味哦 健康2.0YouTube订阅破100万了 每天都有百万个健康小铃铛响起 随时提醒你 健康很重要 完整电视内容 暖衣知识分享 达人健康秘籍 所有无为不去的更新 都在健康2.0 订阅免费开启小铃铛